slate的部分 如果你seql語言的slate 你可以很熟練的話 那你將來要取得什麼資料 都易如反掌 也就是 就跟你到國外來講英文一樣 如果你英文嚇嚇叫的話 你可能要什麼有什麼 跟資料庫一樣 你跟資料庫溝通的話 就是seql語言 那seql語言這個部分 又有專門的書籍 所以如果各位對seql語言 seql語言想要更深一步了解的話 自己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有關於seql方面的書籍來看一下 它可以讓你做到很深入 不過一般實際上我們實務上用的 沒有用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手邊可以自己去找一本 有關於seql方面的語言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找一下 那個有關ASP ASP與資料庫相關的書籍 這些書籍的話 以前有一個作者 叫做什麼 叫王國榮 他有寫一系列的 他是寫VB部分的書籍 王國榮 那個王三橫一觸王 國榮是那個國家的國榮 要的榮 他寫這方面書籍寫得還蠻多的 早期的書籍很多 他寫得還蠻清楚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參考他的東西 或者是說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上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好像我之前也跟各位介紹過 就是TricleDivet.vbguid.com 點Tw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他也是屬於VB6的 他是VB6不是VB單內的 所以裡面也有很多有關資料庫的 如果各位對那個 這裡面有興趣的話 不妨你可以找一下 這邊有關於各個擊破 或者是什麼全文檢索 各個擊破裡面也有一類是什麼資料庫的 資料庫有E23 那這邊E的話 你可以按查詢一下 裡面的話也有很多的Sample 那這些Sample的話呢 裡面有所謂的A.D.O的 但是也有他一個什麼DA 因為在A.D.O前身叫D.A.O 不過現在D.A.O已經沒有人在用 那也是一樣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在做連結資料庫用的 那各位也或者可以下一個查詢一下 關鍵字為A.D.O 那也會有很多的Sample出來 各位可以從這裡面呢 去找到一些蠻好的參考 那這邊有個叫全文檢索 全文檢索你也可以在這邊下一個關鍵字叫 A.D.O 可以按開始搜尋 那應該可以找到蠻多有關 A.D.O的相關的說明 而且這些說明的話 還不只是很簡單的 它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 那前提是你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OK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Slate這個部分呢 稍微做一個稍微簡單的修改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看那個有關於新增 怎麼樣把資料 新增一筆 這個記錄到我們的Table裡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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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